前几天,一则网友爆料,引起很多人围观。女子晒出了自己爱马仕买包的经历。对话中,女子在微信上用试探性的语气询问。买了两万多的配货,能不能买某热销款的包?没想到这位销售员直接开队。两万多,你跟我开口TX,你再开玩笑吧。可能有些人不了解配货,举个例子。 就是你想在爱马仕买一个7万元的包包,就要根据爱马仕制定的比例进行配货。假如这个比例是1比1,那你只有在店里购买7万元的配件才有机会买到这个包。爱马仕的配货营销,一直被人诟病。还有贵姐的傲慢态度,也是一大槽点。但因为配货少,被销售员出言嘲笑,属实让人大跌眼镜。毕竟,连李佳琪,威亚这种一天能卖出100亿的顶流主播,都在镜头前,卖力地介绍着这些。 每天直播五六个小时的李佳琪,在直播间永远都保持兴奋状态。他说一旦主播显示出疲惫,观众也会疲惫。显然,高高在上的姿态,在这个时代,早就已经吃不到红利了。 一份名为202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,事不可当的报告显示,2020年全球奢侈品市场,因疫情遭受重创。在全球市场萎缩的大背景下,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,却逆势上扬,48%。 仅一年,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就从全球总额的11%跃升至20%。报告预计,只需再过五年,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。 同时,因为国内消费方式的转型,奢侈品营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LV在小红书开通直播,Gucci和巴黎世家入驻抖音,第二进军B站。 而BV直接找李佳琪合作,在直播间玩起了秒杀。LV的电商直播,图源,小红书。 我们不得不承认,这是一个放下身段才能挣钱的时代。因为疫情,很多行业都进入困难模式。 早在去年,就有行业大佬走下神坛。银泰CEO陈小冬,在西湖银泰的庄柜联播四小时。 从口红是色,到抽奖,不曾间断。苏宁副总裁,在捧全叫卖价值29.9元的内裤。 细想之下,会发现,其实不是疫情改变了行业模式和人们的生活习惯,而是疫情加速了一个新时代到来的脚步。 我们猝不及防,但一切正在发生。 有人静待,领冬过后,一切回归当初。 有人正穿越风雪,走向远方。 最近,我们看到不少曾经身居高位的大佬们,纷纷出来营业了。 60岁的新东方校长于敏洪,在直播买书。 搜狐CEO张朝阳,直播讲无理课。 李国庆叫人写PPT,王室做了美食探店家。 他们,都曾是各自行业的先锋,甚至领跑数十年。 张朝阳1996年创立爱特信,1998年更名为搜狐。 那一年,李彦宏在硅谷敲代码,QQ还是马化腾的一个设想。 而刘强东刚刚在中关村租了个柜台,麦克鲁基和光碟。 抖音的创始人张一鸣,彼时才15岁。 搜狐,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的拓荒者。 而张朝阳本人,也是一枚妥妥的学霸。 他18岁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,29岁拿到麻省理工博士学位。 这样的学历背景,在互联网大咖里,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。 以至于,在张朝阳的直播课上,网友大呼,麻省理工博士上的物理课是我不付费就能看的吗? 其实,张朝阳上物理课的背后,是搜狐的一场突围。 近十年间,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,各大公司都在从电脑端往手机端转型。 但搜狐却顾不自封,以致自己在互联网时代的各个领域节节掉队。 CEO张朝阳亲自直播上物理课,正是在火热的直播赛道里,选择了知识直播的方向。 从罗永浩直播带货,两年还了四亿债务。 到董明珠,于敏红,张朝阳各路大佬纷纷开启直播。 这个时代,放下身段挣钱,已经不只是普通人的生存之道。 正如那句话,被时代抛弃,从来不需要你做什么,你只需停留,放下身段学习,放低姿态入局。 才是避免被时代抛弃的唯一方式。 曾经,网上有一个话题,引起很多人共鸣。 永远不要嘲笑那个跪着挣钱的人,这句话,其实挺刺耳的。 细细想来,真的很难认同。 中年人,到底该以什么姿态,去挣钱? 大家还记得疫情初,很多网友对钢琴王子朗朗,频繁上综艺节目捞金,嗤之以鼻。 甚至有网友质疑朗朗不无正义。 后来,他在综艺中回应, 今年真的是很难,我大概有80多场音乐会全部取消。 2020年,因为疫情,很多地区不支持线下开音乐会。 朗朗准备了好几年的很多场音乐会被取消了。 大家感叹,钢琴家,也要赚钱养家,但我从朗朗参加的综艺中,还发现了一点,他真的把参加节目当作一份工作,认真投入的在做。 节目里的钢琴家朗朗毫无架子,甚至可以说十分接地气。 努力配合综艺效果,认真接梗,烘托氛围,发现自己夸张的表情能制造节目效果。 还努力贡献了一系列表情包,正如节目收尾时,周深和杨迪给朗朗的评价,用心。 与其说,不要嘲笑那个贵着挣钱的人。 我更想说,不要嘲笑一个认真,用心挣钱的中年人。 前段时间,湖南长沙的一位卖菜阿姨因为变态的服务,再全往火了,甚至被人民日报点名表扬。 这位卖菜阿姨的孩子因为工作繁忙,经常不在家吃饭,只能点外卖。 他便抓住年轻人的痛点,突发奇想开创了一周菜单服务。 年轻人不喜欢做饭,他就帮年轻人把菜洗好,切好,搭配好,拿回家一炒就好了。 年轻人不会做饭,他就附赠每道菜的烹饪技巧。 放什么调料,放多少,炒多长时间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 一周菜单服务推出以后,深受年轻人喜爱,李阿姨的生意迅速变得火爆起来。 卖菜,再普通不过的一份工作,甚至在很多人眼里,毫不体面。 有人觉得是苦难,而有人却能挖掘出机遇。 用心钻研的人,总能在好不起眼的地方。 发出光来,照亮一方天地。 去年,曾在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上,以一手煎熬,惊艳全场的女歌手李家卫,被拍到在座房屋中介。 因为疫情,商演被全部取消,失去经济来源的他,选择兼职去卖房子。 网友感叹,一代铁飞女王,竟沦落到去座房产中介。 但在媒体拍到的视频里,李家卫一头利落短发,身着黑色职业装,周到的服务者客户。 看上去十分耐心且专业。 视频爆出后,他大方回应道,是真的,我在做代销售人员,我很努力做功课,也很用心借贷进来的客人。 人到中年,赚钱的姿势真的不重要。 就像面子这东西,有时候你越费尽心思去争取和挽留,反而什么都留不住。 放下身段,认认真真赚钱吧。 中年人的体面,在内,不在外。 停止学习,停止思考。 放弃尝试,才是这个时代的杀人利器。